夏天到了,为了凉爽,各种人字拖鞋,成为了我们出门必备的物品。 一是凉爽,有利于脚步通风透气,二是方便,休闲,三是对于一些脚型叫美的女星来说,更能充分地展示起身体细节魅力。 正是因为这三种原因,让人们爱上了人字拖,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。 最近,网上有人说长期穿人字拖,会对脚趾有危害,并且并不是所有的人,都适合穿人字拖。 那么,人字拖会产生什么问题呢? 一,造成小腿和足部的慢性损伤。 穿人字拖时,脚趾要用力抓紧鞋的内部,会增加脚趾的受力,身体的重心会自然向前倾,增加足部和环关节所承受的压力, 容易导致足部,小腿肌肉损伤和足底筋膜炎,也可能会造成髋关节和腰部的疼痛。 二,引起内巴子。 穿人字拖走路的时候,由于脱鞋行走时足部不够稳定,人们常会下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步态, 如,步子变小,频率加快, 怀关节向内侧扭转来扒住鞋子。 一米步人字拖的不足,时间长了,就会出现走路时逐渐相对。 足底朝外的内巴子,甚至会引起膝关节和腰椎的疼痛。 但也有专家认为,这种说法有些牵强。 美国奥本大学研究人员研究发现,平底人字拖几乎不能给足部提供任何支撑,穿着它会渐渐地改变一个人的走路方式,不符。 最终使足跟足底和踝关节出现健康问题。 三,足背容易受伤。 四,容易发生跌倒。 如果穿的是软底的人字拖,在行走的过程中,如果遇到不平的路面,人字拖的前端就有可能发生折叠发引起摔跤,引发身体的损伤。 五,破坏足弓的正常结构。 正常人的足底都有一定的弧度,一切上称为足弓。 它能帮助我们缓冲走路时的震动。 大部分人字拖的鞋底设计是完全平坦的,而且非常薄。 穿着这样的鞋子走路的时候,足底会过度向的狭险。 长期穿这样的鞋子,就可能会破坏正常足弓的结构。 同时,穿着薄底鞋走路,足部几乎是直接接触地面,既不能切合足弓的弧度,又无法给足部足够的缓冲。 时间长浪,就可能导致足跟足弓和足指的慢性损伤而引起疼痛。 哪些人不宜穿人字拖? 一,需要快节奏走路的人,穿人字拖走路走快了,就容易发生意外。 因此,工作,外出的时候,适不适合穿的。 如果是外出散步,或者在室内活动,一般是不会产生危害的。 二,需要长时间走路的人,由于人字拖主要是两个脚趾逐利,长时间的走路,容易造成脚趾的疲劳,而引发意外。 三,孕妇,肥胖者,这类人群的体重较重,身体的灵活性较差,传人字拖容易发生跌倒意外。 同时,过重的体重也加重了人字拖的危害。 四,老年人。 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较差,正常的行走都可能发生意外,而人字拖更会增加这些意外发生的风险。 如何选择人字拖? 一,选择材质好的人字拖。 在人字拖的挑选上,要注意鞋带和鞋底的选择。 鞋带应选择有弹性、细软的材料,鞋底不要选择海面的,以降低人字拖的危害。 二,选择有弧度的人字拖。 一双带有足跟,拥有一定弧度的人字拖,可以减少对足弓而影响。 三,选择脚跟,又要弧度设计的人字拖。 脚跟拥有弧度设计的人字拖,可以让人心走更自然,并可减少脚趾紧张,有助于减少人字拖的危害。 四,选择带宽的人字拖。 要选择带宽的人字拖,它可以让足备承担更多的力量,而减少脚趾的负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